来聊一下我们人 这个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 慢慢进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勇模式 那首先我们一定都是每天先做一些事情 那从做这些事情里面来分析说 哪些让自己开心 哪些这个事情做起来 这个隔天这个有不好的感觉 那我们慢慢会排除不好的做法 然后增加新的做法 OK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的话 那你的这个每天的生活会越来越最佳化 举例来说 我每天早上都会固定到荒野散步 OK 那这当然是这个要讲到以前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忽然有一天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发现我早上精神更好 我的心情更好 那以后是不是就列入我的生活在SOP 是吧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会慢慢活在一个自己习惯的框架里面 那只要活在习惯的框架里面 就会变得非常轻松 然后会非常的愉快 好 那今天来讲的一个重点就说我们人脑 其实它有分为这个我们叫一脑二脑 好一脑就是快脑 就说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 我们会这个很快的看到某些状况 就会快速的反应 这种根据经验不加思索快速反应 这个叫一脑 好就是快脑 然后再来就是二脑 二脑就说这个状况你前面没有见过 所以你必须要做分析理解 好 它划行很慢 好 然后呢 也要连续好几天 好 一直不断的用同样的方法 好 思考 后来觉得逻辑上没有问题 好 慢慢会增强信念 好 之后 就会慢慢转到一脑 好 据来说 我们在弹钢琴 好 一开始在看谱的时候一定弹很慢 所以那时候是使用的是二脑 好 然后呢 某首曲子多谈几次 谈到最后就不加思索的快速谈出来 这个就要用到一脑 好 那我们谈交易的话 交易 一开始也是你要建立信念啊 好 那你必须要这个找到一些对的方法 好 让你赚钱的方法 然后呢 排除让你赔钱的方法 那 多几个来回 你会发现 好 有些方法 比较容易赚到钱 那那种方法 就像是我今天散步 它是不是就要留在你的生活当中 那有些东西 这个 偶尔让你 你可能常赚钱 但是偶尔让你大赔 那这种方法 你是不是就要考虑到 好 未来就从你的生命中消失 好 就是这个道理 好 所以 我们在做这个交易的时候 一定也是慢慢要建立起自己的框架 OK 像我个人的话 我的框架主要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我的框架主要来自 这个日本股神 DNF 好 它的交易手法 第二个框架来自 日本的股神 CIS 再来 就是 选择权 它本身 的特色 好 那我本身 就是主要 就是在这三个知识体系里面 来找到一个适合我的方法 然后稳定获利的方法 OK 那最近 有一个 大神 JG JG 他也是 这个出来授课 那 其实你看一下 他的授课内容 他其实是走 DNF的框架 很明显的 他讲的 都是 属于 这个 DNF系列的操作方法 但是他 这个原则上 也是教大家 说 如何来建立自己的 框架 自己的系统 这个相当不错 但是 就是得 有时间去上课 然后要 要整理 好 那我是 用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自己 自我训练 因为像DNF 他也是 讲说 他只记得 昨天 昨天 他做了什么事情 那个事情是对的 他要留下来 不好的 他就慢慢删掉 就像我现在 这件事情 让我很快乐 散步让我很快乐 去野地 让我很快乐 最近事情就会留下来 交易手法 毅然 好 这种交易手法 让我赚钱 好 让我很稳定的赚钱 让我风险很小 那 我就会把它留下来 OK 好 那现在讲到 这个一脑 二脑 跟 这个交易知识的框架 好 所以我们先把 这个主题 先给大家介绍到这边 好 我得 再去欣赏美丽的风景 好 因为 这个 等一下 现在还早吗 好 等一下 再过半个小时 就要开盘了 好 所以我必须 在 这个 时间 先把我精神体力 先调到好 好 那我非常 欣赏 好 日本的职人精神 好 秋三 木工 好 他有职人守折 不知道三十几条 好 早上都要把 所有的职人守折 好 叫他的学徒 把职人守折 要大声的背出来 好 我早上也是一样 好 对的事情 好 昨天做不好的事情 我一边散步 一边就反省 好 慢慢再重新 加到我的知识体 洗里面 OK 好 所以对 这个 交易的 知识的建立 好 我们的概念 就介绍到这边